看看新闻网 这是当地治安史上首次发生的监狱暴动挟持事件 我们马上来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起来回顾一下事件发生的整个经过 台湾高雄监狱驾驶伍传出枪响 六名服刑人员分持数把枪支 挟持了一名狱警和两名勤务员 暴动发生后 点狱长前往与这六名服刑人员谈判 没想到也被挟持 不过高雄当地检控部门表示 点狱长程世智是自愿当人质 以交换狱警平安离开的 下午四点多 有六位受刑人 先到医务室做看诊 在看诊中的六位就冲到这件事 甲齿的两位管理员 到了戒户科 就是戒户区里面的戒户科 戒户科他甲介的理由是说 在里面受到不当的待遇 那因为有这个情况 所以副点狱长 副点狱长是赖正荣 跟戒户科长王世昌 两位呢 就到里面 戒户里面跟他们谈判 同时呢 替代了两位管理员出来 那在这个过程中 点狱长程世智呢 在进到里面去跟他们谈判 同时呢 替代副点狱长出来 那么正在服刑的犯人 为何会手持枪支呢 据当地媒体报道 事件最早起因于监狱内服刑人员的斗殴纠纷 两派人员在狱内发生暴动后 有犯人带着锋利的剪刀 在接见室挟持管理人员 并闯入枪械库 两位谈判中的话呢 这六位受刑人呢 就破坏了在接户科里面的枪戒室 夺取了65K2的步枪 有四把长枪 还有这个90短枪六把 子弹呢 有两百多花 辖区警方获报 立即出动了上百警力 全副武装赶往现场 并在监狱内外实施全面警戒 救护车消防车也在外待命 下午五点三十六分 携车犯提出要求警方提供 两辆加满油的私家车 称只要车辆一出监狱 就会将人质安全释放 目前呢 他们是要求提供车辆 让他们由车门提开 那高雄监狱呢 已经报辖区的分局 现在由高雄市警察局 陈局长呢 前程坐镇指挥 目前还在僵持中 那并没有外传所谓的人员受伤 的事情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 事件爆发之初 媒体向监狱方面求证时 对方还一度对外宣称是演习 这也引发了当地舆论的质疑 22621521221415523615525020145255230755